- 殺人鬼說當就當的嗎? 那個殺人鬼說當就當的嗎? 嗨 - 待って 世話捏 久等了 各位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第二場囉 沒有 因為它有不同結局 所以我會至少玩兩遍以上 放心 Titleはこちら唷 規則在這邊 KINGAS 什麼? KINGUS是什麼? KINGUS KINGUS GAME 是什麼? 沒聽過呢 那別緊張別緊張 我要解釋啦 這是 遊戲會場 啊 被我選上的人啊 要在這邊跟我互賭一千萬 嗯? 不是跟剛剛一樣嗎? 耶 不不不不不 規則不一樣喔 不過還是賭的是現金就是了 在這邊有五個收集品 啊 叫做寶石 戒指 畫 書籍 石頭 這五個東西的合計價值是一千萬 那這五個物品啊 互相玩家都擁有 也就是這樣 互相都算一千萬 喔 應該說這遊戲不是賭一千萬的真錢 而是五個物品一千萬 然後呢 遊戲之中就一個一個來賭 那總之啊 有的東西的價值差很多喔 有的東西是一百萬 有的東西是三百萬 也就是說賭哪一個根據你的錢會有變動對吧 那當然 沒錯 而且啊 而且啊 你是在不知道 價值的情況下去賭喔 雖然這麼說 但是這樣也太不自由了 所以啊 在遊戲前 我們要準備 我們會公開三個價值 首先第一個是石頭 石頭是零 那麼接下來四個東西的合計 就是一千萬囉 那剩下兩個物品的錢呢 這個嘛 在遊戲開始前 你可以去從對方的對手中 挑一個來回答 那喔 那麼剩下的那一個 由我來選 也會 也會開出它的價錢 啊 對了 我順道一提 我也不知道這些東西的價值 你放心喔 是的 身為惡魔的我 我可以幫大小姐作證 請放心吧 這樣 好 賭的東西我大概明白了 那麼實際上怎麼樣分勝負呢 それは 嗯 那就用這邊的旗子吧 分勝負 旗子 這邊的旗子啊 代表著國王 騎士 士兵 平民 還有小丑 五個旗子 那每一個玩家各有一個 方法很簡單 就是從裡面選一個 跟對方分勝負這樣重複五次 他大喜 可是啊 每一個旗子的強度不同 就是國王 騎士 士兵 平民 小丑 也就是說 國王是最強的 那麼小丑是最弱 是這樣嗎 沒錯 不過啊 小丑是唯一一個 可以贏過國王的旗子喔 吃馬力 也就是說 如果國王對上小丑的話 算是小丑贏囉 沒錯 而且啊 用過的旗子就不能再用囉 也就是說五場勝負 必須要使用個五隻旗子 簡單又有趣吧 嗯 那也就是說 在出旗子之前 從剛剛的五個物品之中 選出一個來賭 是這樣吧 沒錯 贏的那邊 就可以把對手的東西收下 當然 如果 你被奪走了石頭 就根本沒有損失 奪走了三百萬的東西 就是很有利喔 然後這邊也一樣 跟剛剛一樣 你們 也可以做一次的問題 你可以問我 我出了什麼旗子 當然 我也有一樣的權利 然後呢 我的權利就是 在下一次比賽之前 我可以偷看 你是賭了哪一個東西 當然就一次 欸 這樣是不是個好比賽呢 嗯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啊 如果出了一樣的旗子 啊 那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 就算平手 旗子就浪費掉了 那麼賭上的東西 當然回到各自的手中 當然 賭上的東西不能重複使用 就這樣五次 最後自己那一邊 啊最多錢的就贏了 還有問題嗎 沒有 我也沒有 了解規則了 嗯 我也沒有 那 好啦 發表對手吧 那二回戰的對手是 身穿零 嗯哼哼 你剛剛不是很想上嗎 那這就特別應你的要求吧 可惡一個黑長姊妹子 怎麼看在這種遊戲都是第一個 第一個被你來當祭品的 沒有道理我會輸啊 林將 嗯 沒事的海 這個遊戲我就 來吧 收下了 哼哼 了不起的孩子呢 我可 這我可不討厭呢 我可 這我可不討厭呢 像你這樣子的人死的時候 一定會有完美的聲音吧 啊 楽しみだわ 真期待 それでは ゲーム始めようしようか 開始吧 開始了 啊 首先要看說 好 那我要問 寶石的價值 了解 寶石是300萬 那麼小姐你開一個吧 啊 那我開繪畫 繪畫 繪畫 繪畫是400萬 喔 喔等等喔 拿當筆記一下 幹我的筆欸 寶石 寶石是300萬 畫是400萬 也就這樣加起來 就已經700萬了 那剩下的300萬 還要平均分到剩下兩個東西裡面 也就剩下兩個東西 大概是100或200萬 也就是畫是最值錢的 那麼先來吧 他沒有要問我們 我知道了 那賭什麼呢 啊 選一下我們要賭的東西 我們 第一輪喔 賭上畫吧 好 好 賭上最貴 第一輪就是要賭最貴的 贏要衝 輸要縮 好 這邊也決定了 那麼 好 我們就拿棋子吧 第一回合必勝 所以一定要拿出王 哈哈哈哈 告訴你 第一回合拿王就對了 決定了 我也決定了 Open 我是王 繪畫 他居然堵上石頭 媽 你這個小女人 我的勝利 好 我們把石頭拿了過來 下一輪吧 好 他說你要出的牌 你要出的棋子是Joker嗎 這邊如果回答Yes的話 我就非出Joker不可 反過來就可以不出Joker了 我想一下 我要不要騙他呢 No的時候一定要出Joker 呃 他問我是不是出Joker 沒有沒有沒有 你回答跟你 我不要出Joker的話 那我就要回答No 然後我就說實話 我不會出Joker 我知道了 想一下 我如果不出Joker 我想一下 我如果不出Joker 不出Joker的話 我想一下 我要出什麼 我要出什麼 那我就賭上石頭吧 然後賭上我的平民 好,輸掉了平民 哇,現在還是不分勝負呢 好,接下來是 等一下 我要看對方賭什麼 對方賭上書籍 書籍的話 書籍我就要把他贏下來 書籍可以故意輸給他 可是寶石被用掉了 所以寶石被用掉的情況下 繪畫是最貴的 繪畫還沒有用 最後要把繪畫留到最後來贏 所以我在這邊 是要想辦法讓書籍輸掉 我要贏掉他的繪畫 所以他繪畫應該是在下一場裡面 所以我在這邊出Joker 想辦法輸掉 糟了 好 看來這個妹子的智商 跟我不相上下 完了 糟了 這個妹子的智商 跟我不相上下 所以他這場會賭上什麼呢 沒有 因為我們最後 我們最後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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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東西不一樣 而且他的繪畫還沒有用 繪畫是最貴的 所以我只要想辦法贏 我們贏下繪畫就可以了 我現在要拼寶石 我要把他拼下來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只要我們選的不一樣 就分出勝負了 騎士 120 3 2 3 1 3 4 4 4 2 出 PD 1 4 這盤平手 結束了 結果發表是 一千萬一千萬 平手 那林小姐又沒有死了 才能再打小姐 下一次的勝利再KILL吧 沒想到你居然能贏呢 不好意思啦 小林 小林太好了你沒事了 幹 糟了糟了 好雷的殺人鬼 嗨 我沒事 不管發生什麼我一定會保護你的 不會輸的 小林 好啦下一場下一場 下一個殺誰好呢 算娘的耶 真的搞 欸還有資料二了耶 喔 他小時候被雙親虐待 蛤 所以小時候的海 就是因為他身體那些瘀青 覺得不像他說他是自己的 結果發現了小林被虐待過 他就打電話報警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不管什麼事 他都會為了海而現身 蛤 我想想想想想看 可憐